特區政府決定在2022年12月22日 即是這星期四兩日後開始 便會放寬以下的社交距離措施 第一,我們會撤銷了餐飲廁所 例如酒吧或酒館及表列廁所所容量限制 第二,我們亦會撤銷在宴會活動上的人數上限 第三,我們會撤銷在以下地方 這些顧客需要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要求 以下地方包括酒吧或酒館的顧客 夜店或夜總會的顧客 出席宴會的人士 以及參加本地活動遊客的快測要求 最後,我們亦會容許在以下的廁所飲食 這個處所是包括公眾娛樂場所 以及一些活動場所的戶外範圍 其實可以飲食 還有麻雀、天狗、沙樂場所 我們亦容許可以飲食 而體育處所的戶外範圍 現在亦可容許飲食 至於疫苗通行證和佩戴口罩的要求 仍然是維持的 其實一直都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復償 現在復償的態度或方向是不會改變的 問題只是我們去復償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整個政府和整個團隊都希望 可以找到復償的空間 在適當的時候 可以放寬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 在這一刻尼綁 我們見到上升的趨勢開始漸緩 以及亦都去到一個好像似乎一個平台期 但是一些很重要的措施 其實我們這一刻仍然是沒有放寬的 包括口罩 我們仍然相信口罩是一個最成本效益重的方法 亦都用這個疫苗通行證 來避免一些市民去到高風險的地方 走一走一走一走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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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幾個月 我不用保持左方